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此爱 随着我 随着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直到永远 耶和华 你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知缺乏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此爱 随着我 随着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直到永远 耶和华 你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知缺乏 耶和华 你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知缺乏 大家继续站立下面是读经时间 弟兄姊妹们平安 今日经文 哥林多前书 一章十八到二十五节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 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 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 就如经上所记 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 废弃聪明人的聪明 智慧人在哪里 文士在哪里 这世上的辩识在哪里 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 变成愚拙吗 世人凭自己的智慧 既不认识神 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 拯救那些信的人 这就是神的智慧了 犹太人要神迹 希腊人是求智慧 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 在犹太人为绊脚石 在外邦人为愚拙 但在那蒙兆的 无论是犹太人 希腊人 基督总为神的能力 神的智慧 因神的愚拙 总比人智慧 神的软弱 总比人强壮 读音完毕 感谢主 很快我们又来到了 一周的开始 七日的头一日 请弟兄姊妹低头闭目 我们来为今天的聚会 献上祷告 坐在天上的父啊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是我们的好牧人 我们是你的羊群 你深爱着这里的 每一个弟兄姊妹 凡是你照着自己的名 从这世界拣选出来的 你一个也不丢弃 你将我们怀揣宝宝 向我们的名字 刻在你的手心之中 主我们感谢你 蒙了这样的福分 求主你也继续带领我们的脚步 使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 能够来侍奉你 敬拜你 把一切的尊恨和荣耀 都归在你的名下 主你的确已经担当了 我们一切的重担 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 也赦免了我们一切的 不迁于不义 主我们也感谢你 将你的圣灵差遣 住在我们的里面 使我们也藏在主的里面 主我们承认 我们是软弱的 需要主你天天来扶持 引领我们 我们也求主你继续带领我们 在这纷纷乱乱的世界之中 让我们一直看见那前面的光 指引我们 直走到永生 主啊 求主你再次听我们的祷告 兼顾我们 这样的祈求 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的 阿们 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 关于福音的时候 是罗马书第一章 那里保罗大声的宣告 说我不以福音为耻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但是很多这个 现在的这个世界 你发现很多的人呢 是把福音呢 当作这个 这个怎么样 轻视 就觉得这个 这个基督教没有什么 这个上帝也没有什么 现在有很多的这个 包括这个 在教会里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呢 他们调查 当他们进入到大学以后 18岁到22岁之间 三分之二的人不再有信仰 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 觉得这个信仰好像 不好了 是那些 没有文化的人 软弱的人 有病的人 是那些 有需要的人 才去需要信仰 像他们那样 有知识的 又有能力的 又很能干的人 就不需要有信仰 这一点的话 你会发现在很多 华人世界里面 也是这样的 那今天 我们要看 格林多前书的 第一章这里呢 保罗再一次宣告 宣告什么呢 十字架是上帝的大能 十字架是神的智慧 十字架呢 也应该是我们信仰的中心 在前多年的时候呢 在英国有一个家庭呢 有一次呢 他们这个家里面说 听说有一个健保节目 是吧 我们家里面那个花瓶呢 给用作那个 灯 那个台灯了 他们不知道从哪 拿了一个这个花瓶 远房的亲戚送给他们的 说这个花瓶很好看 底下钻了个眼 然后通航电线 然后做成一个台灯 说这个考像 也很古老了 让他们鉴定一下 结果专家人一看到这个花瓶说 这个花瓶是乾隆年间的 两百多年历史了 这个最起码五十万英镑 这家人开心得不得了 五十万英镑 结果翻过来一看 谁给打了一个洞 他说我们做成台灯了 就一个洞打下去 花瓶就变成五万了 所以你可以发现很多 你不觉得宝贵的东西 不是它本身不宝贵 是你没有眼光 对不对 其实在我们生命里面 有很多很宝贵的东西 可是我们没有眼光 我们把它弃之于壁轴 不把它当回事情 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 你有一个宝贝 可是你有很多的时候不知道 有的时候甚至我们也把它放在角落的里面 所以保罗对哥林多的教会说 十字架就是那个宝贝 因为你到哥林多城 跟现在的美国大都会一样 那个时候是很繁荣 而且很多的希腊人在那里讲课 他们那里有很多的这个庙宇 非常庞大的这种庙宇 那里的人也很会生活 所以他们当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 还有居然有人能够死 还死在十字架上 还说三天以后复活 这不可能的事情 甚至在教会的里面 弟兄姊妹的信仰也偏离了十字架的中心 反倒有了纷争 有的人说我是属保罗的 有的人说我是属亚伯罗的 有的人说我是属彼得的 教会里面有了很多的纷争 所以保罗再一次来写信 来劝勉他们 兼顾他们 保罗就看到了核心在哪里 核心在哪里呢 十字架 如果我们要给人传福音的时候 传什么呢 如果我们要给别人介绍耶稣基督的时候 介绍什么呢 如果今天让你用两百字 给耶稣写一个简历 我们现在很多人去应聘 去报名 要先拿一份简历来 如果你要给耶稣写一个简历 你会写什么简历呢 可能你会写 耶稣出身贫寒 但是后来他成了一个伟大的领袖 你可能会写 耶稣很有能力 可以到处可以治病 可以赶鬼 可以行神祭 那你会不会写耶稣的简历是 他出生于卑微 33岁的时候 被钉在十字架上 你会发现 这个好像对我们来讲 这个 这个好像不是我们信仰的重点 我们信仰的重点应该是 怎么样信了耶稣以后 我变得更有智慧的 我更有权力了 我的生意更发达了 我的人生更幸福了 但耶稣给我们立下的榜样是什么呢 耶稣基督从出生一开始 就义无反顾地向着十字架前进 在他最辉煌的时候 他退下来对他的门徒说 我要去耶路撒冷 然后呢 文师和法利塞人要杀害我 要把我钉死在那里 他三次给他的门徒讲 他的门徒都不明 都不知道 想不明白 怎么可能呢 你是神的儿子 怎么会死呢 你这么好的人怎么会死呢 你是对社会有益的人 你怎么会这样呢 但是耶稣知道 他的使命就是这样 所以在这里保罗再一次提醒我们 十字架才是上帝的大能 但是他说 在那些灭亡的人呢 为淤浊 在我们得救的人呢 是神的大能 原来十字架在这个世界以后 把这个世界的人类分成两类了 这个世界不再是好人坏人 男人女人 不再是富人 穷人 有知识的人 不再是 这个世界是分成两类 一类得救的人 一类不得救的人 所以十字架在那些要灭亡的人 看来呢 是淤浊的 是不可理喻的一件事情 怎么还有这种人 傻到这种程度 为了救别人 把自己给牺牲了 怎么还有这种人呢 明明是来救人的 怎么反倒把自己给害死了呢 所以你看 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那些祭司啊 法利塞人在底下说什么呢 你是神的儿子啊 你下来呀 你下来我们就信你 这个就是人的逻辑嘛 人的逻辑是你信神了 你就应该有平安了 你信耶稣了 你就是神的儿女 神就保管一切了 对吧 你信神了 那神有这么样的大能 怎么世界还有这么多的痛苦 还有这么多的灾难 还有这么多的疾病呢 你信神了 你就不应该得病 你就不应该倒霉 你就不应该遇到这些反性的事情 你应该一帆风顺嘛 法利塞人就是这样嘛 祭司也是这样 你是神的儿子啊 你有能力你就下来 其实这个逻辑呢 也是魔鬼给人的逻辑 叫魔鬼逻辑 你还记不记得 当耶稣到旷野去受试探 进食四十昼夜 然后他就饿了 魔鬼就出来了 你是神的儿子 前提条件有了 你有能力可以把石头变成饼 对你是神的儿子 没有你干不了的事情啊 所以你把石头变成饼 你不就吃了 肚子的就 饥饿的问题就解决了吗 这是魔鬼的逻辑 但这不是神的逻辑 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的是 十字架是上帝的大能 但在人看来是欲不可及的 在人看来是失败的 在人看来是软弱的 在人看来是不合潮流的 对吧 现在这个世界流行的什么呢 流行的是追求的什么 你去看一看 你去看看抖音上的 你去看看YouTube频道 你去看看所有这个世界上流行的 哪一个在宣扬的是 十字架呢 牺牲 爱 公义 正直 你发现没有 这个世界更多宣扬的是什么呢 我怎么舒服 我怎么快乐 我怎么成功 你会发现 这个世界很容易把人的 这个注意焦点的放在人自己的身上 衡量这个世界对于错 不是事实本身 是我 我觉得是对就是对 我觉得是错就是错 前两天听到一个非常 令人痛心的事情 这个现在有些地方呢 这个 这个 允许这个男的 不用变性啊 你觉得你是女的 你就穿上女的衣服 你就成了女的了 就会有个男孩子 穿着裙子进女厕所 你进女厕所好吧 没有人管你 可是他强暴一个女生 你就是犯罪了吧 但是呢 学校不敢制止他 也不敢这个 怎么处理他 就让他退学 退学他去另外一个学校 继续犯罪 你这个世界成了什么 这个世界真的不是 颠倒黑白了 也不是是非不清了 这个世界已经完全 向罪的方向去 这个加速前进 因为什么呢 因为都是以自己为判断 你不能要求他 说你是男孩子 你不可以穿女裙子 女孩子裙子 人家就告你 家长就说 我的孩子觉得他是女的 你凭什么说他是男的 你违法了 那法官就要判你的老师啊 就要把你的老师开除 这个就是这个世界所宣扬的 这个世界还要宣扬公义 还要宣扬爱吗 还要宣扬牺牲吗 没有了 这个世界上甚至有法律规定 这个吸毒的人 如果你这一个星期不吸毒 奖励你三百美元 你下个星期还不吸毒 再奖励你两百美元 原来罪恶居然成了一个光荣的事情 所以基督徒啊 我们要擦亮我们的眼睛 基督徒你要明白啊 到底什么是是非取直 到底什么是黑白 到底什么是善恶美丑 这个是基督徒你心里要明白 以什么为标准呢 以神为标准 以十字架为标准 所以保罗在哥林多那里 没有跟哥林多的人辩论 这个对那个对 这个错那个错 他举起十字架来 当我们来到十字架面前的时候 你会发现 所有的事情就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了 十字架是上帝的大能 在十字架上 人不得不看见自己的罪和误会 当这个英国那个时候 还在有这个绞刑的时候 有一次有一个传道人 他路过一个地方 那个正在实行绞刑 一个犯人被抓逮捕了 要绞死他 很多的人在围观 当这个人路过那个脚架 看到那个罪人 在执行死刑的时候 他垂着胸说 主啊 如果不是你的话 挂在那里的就是我 各位弟兄子们 今天我们很容易用指头去指别人 这个该死 那个该死 这个是罪人 那个是罪人 什么时候你可以用指头指自己呢 没有人 除非你来到十字架面前 只有神的大能 神的光照临到你的时候 一个人才可以垂着胸说 神啊 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这就是十字架的能力 十字架能够让你看到你自己 十字架能够让你完全认清 你自己是何许样的人 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 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你不要去怨恨祭司长 你也不要骂犹大 你更不要去埋怨那个罗马人 当你看到耶稣基督 和他的十字架的时候 你想到的是 主啊 是我的罪 把你钉在十字架上 各位弟兄子们 但今天这个世界不敢讲罪 不能讲罪 很多的地方也不允许讲罪 因为你一讲罪 就是你侵犯我的人权 你一讲罪 就是你有这个歧视 有那个歧视 但是罪摆在那里 它就是罪 罪的结局就是死 那魔鬼的诡计 就是抹去一切的 对罪的认识 然后呢 然后让人在罪恶之中去沉沦 基督徒要小心 如果你没有在神的面前 去坦然承认自己的罪 你只是把信仰 当作一种业余爱好 时髦的东西 交际的地方 可以使你的心灵得安息的地方 但很可惜 当有一天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他会说什么 我不认识你 各位弟兄姊妹 当有一天上帝来到这个世界 要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站在主的面前呢 什么样的人能够站在主的面前呢 很简单 背起自己十字架来的人 在十字架那里对付了自己的罪的人 在耶稣基督那里得到赦免的人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话 你在上帝的面前 对不起 你没有办法得当这个永生了 所以对保罗来说 保罗说十字架在那灭亡的人是愚拙 但在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难 各位弟兄姊妹 你能够在十字架那里看到了你的罪 我们的罪 世人的罪 你能够在十字架那里看到神的救恩 上帝怎么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呢 我想大概有的人也听说过这样的说法 说有的人说 你看古代的时候战争都是用刀用枪 后来一战的时候就开始用热武器用枪 但是你到一战结束的时候就出现飞机了 那时候又有飞机坦克 那二战开始的时候用飞机坦克 这种热武器就开始 但结束的时候是用什么结束呢 原子弹结束的 日本在那里被扔了 美国扔了两个原子弹 那有人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 就以原子弹开始 然后以石头结束 当然这个理论不一定会成立 但是你会发现有一个问题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怎么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呢 很多的这个亲子问题 个人的问题 尤其是这次这个新冠来了以后呢 很多的人是情绪出了问题 很多的人因为长期在家里面 持续抑郁啊 持续心情的不好的问题 现在呢因为这个经济也不好 很多的人呢这个辞职 所以我知道你们很多在职的人呢 工作压力很大 一个人干两三个人的活 每天累得要死 生活越来越不容易 怎么解决呢 这个世界面对纷纷乱乱的问题 怎么解决呢 当你说上帝啊 上帝就来了 怎么解决呢 用耶稣基督在他十字架上的大能来解决 当你没有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 得着那个从上面来的赦免 从上面来的这个旧温的话 你会发现你换一个工作 很快又变成老样子了 你换一个地方 很快又变成老样子了 你会发现这个世界 就是换来换去还是老样子 所以上帝解决这个世界的办法 不是用经济的办法 不是用教育的办法 不是用政治的办法 是用十字架的办法 保罗看到了这个问题 保罗是非常聪明的人 因为他在旧约的那个拉比达那里 受到了很好的教育 他又是罗马人 又受到当时这个希腊有很好的这个教育 他看遍这一切 他发现人类社会的答案 就在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 所以圣经里面宣告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原因就在这里了 所以我们基督徒你要明白 当你陷入到危险之中的时候 当你感到忧虑的时候 当你感到恐慌的时候 当你感到走投乌路的时候 你要到哪里去呢 你一定要到十字架那里去 你一定要到主的那里去 唯有那里是答案 唯有那里才是我们的出路 可是现在很多的人 就忙昏了头了 东忙西忙忙来忙去 唯独不到神那里去 每次还埋怨 哎呀 上帝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呢 上帝你怎么看着我受苦不解决呢 上帝为什么你那么不管我呢 哎 你没有到地方啊 你要来到主的那里 跪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面前 坦然承认一切的罪 愿意向神得着这种悔改的生命 神把救恩赐给我们以后 这个能力就自然进到你的生命的里面 所以不要看错了 这个世界唯有在基督那里才能得救 我们也是一样 你还记得提出进化论的科学家叫达尔文 达尔文他乘船旅行 对吧 旅行以后观察了以后 然后就写了个进化论 他在那个旅行过程去了一个海岛 那个海岛上有很多原始的居民 根据他的理论推算了一下 说大概过个多少多少年 几十年几百年以后 这些原始人会进化成为一个现代的人类 但是没过又大概没过十多年以后 他又路过那个岛 他要再去看看进化的程度一样 他上去以后吓一跳 这些人怎么现在这个文明程度很高啊 不像以前那个就是赤身楼体啊 这个都吃生食啊 他现在这些人你看住房子也像模像样 也穿上衣服知书打理了 然后吃饭也不吃用手抓了 也学会用一些刀叉了 而且呢彬彬有理 他说很奇怪 不对啊 按我的进化理论 你们还要再过一百年才能够变成这个样 你们遇到了什么事情 当地人告诉他说 你走了以后啊 有一个宣教士来到我们中间 他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带给我们 他把上帝的十字架的赦罪之恩带给我们 我们那个时候全部的人回转过来 我们就有了一个新的生活 你会发现 现在这个世界很多的人 每年花很多的钱 美国也是这个项目花多少钱 那个项目花多少钱 为了保护一个地方的动物 他们要花七千亿美元修一个桥 可能底下有公路 小动物过马路的时候会被车撞掉 他们就募款募了七千亿美元 我们干一个桥 让这些动物被保护起来 这个是我们的办法 上帝的办法很简单 一横一竖 解决所有问题 所以十字架是上帝的大能 不但这样 十字架是上帝的智慧 保罗引用了一个例证 他说经上说 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 废弃聪明人的聪明 这句话是谁说的呢 先知以赛亚说的 什么时候说的呢 当时犹太南国被大军压禁 亚述帝国 灰金南下 要把他给征服了 怎么办呢 所以有人就提出来了 哎呀 大王啊 不要着急 我们可以求救 谁呢 埃及人 你不要看亚述人厉害 埃及人一定能够把他们打败 我们只要拿上足够的钱财去 足够的诚意 我们请求埃及人来救我们 他们觉得很聪明 想出一个高招妙计来 这样的话呢 埃及人一来帮我们 亚述人就被打跑了 他们觉得这是他们很有聪明的智慧 谋士 但是以赛亚说什么呢 神要灭绝这些智慧人的智慧 你不管请谁来了 神要刑罚你 你跑不掉 所以亚述到底还是把这个南国给干掉了 当然那一次的危机呢 是靠着神解决的 那次的危机呢 因为亚述人来了太嚣张了 你们不是信神吗 你们信的神能救你们吗 他们侮辱神 结果呢 西西加根到了神的殿里面 就痛哭流泥说 哎呀神啊你看 这些人羞辱你 结果神说不要管 派一个人 就派一个人 进到大军里面去 一夜之间屠杀尽尽 然后那个亚述的国王羞羞羞羞的跑掉了 那些所谓的谋士 当他们去希望能够 埃及人来帮他们的时候 你知道后来埃及人怎么了 他们确实来了出兵了 出兵以后顺便把他们又给抢了一顿 所以你会发现 到底人的智慧是智慧呢 还是你能够来顺服看到神的智慧呢 为什么我们说十字架是神的智慧呢 因为在十字架里面 神把死变成了生 各位弟兄姊妹 今年新冠的时候很多人都怕 怕什么呢 不是怕得新冠 怕死 得了新冠以后死了怎么办 新买的房子还没有住几年呢 刚刚准备要退休呢 这个死了怎么办 很多人怕死 那怎么解决死亡的问题呢 那有的人说 我不要跟这个世界接触啊 我把门关紧点啊 我躲在家里面 我就不会被感染了 但是很可惜呢 有一个美国的这个妇人 她就是这样啊 她在家里工作 不出门 所有东西呢 那你要生活呢 那采购外卖 跟外卖的人也不接触 结果还是感染了 后来医生只能说 你拿的那个外卖餐盒上 可能有病毒 你怎么躲 这个世界上哪里能够让你躲得最安全 告诉你基督里最安全 你如果真的怕死的话 来到耶稣的面前 死亡问题解决了 因为神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解决了死的问题 这个死亡一直困扰着这个世界 一直困扰着人类 从来没有办法解决 到今天也解决不了 那有的科学家说 没关系 以后我们科技高度发达了 我们可以换器官 你老了以后 心不行了换个心 肾不行了换个肾 以后全部都换掉 大脑也吃顿了 换个大脑 那有人问 那还是我嘛 那现在呢 也说不用换了 怎么了 改基因 发现了一种长寿基因 把这种长寿基因 制到你的身体里面去 你就可以活到三百岁 活到五百岁 那你想一想 你愿意活到三百岁吗 你不要说三百岁 现在我们中间有八十岁的 有六十岁的 我们大多数四十岁五十来岁 再让你活 活他五百年 再向天什么 再要什么几百年 你愿意吗 我不愿意 为什么呢 几百年每天干什么呢 就算你有个好的身体 你活着干什么呢 你会发现 每天就是这样了 但是还有一个地方 还有一个地方 在那里没有眼泪 没有疾病 没有痛苦 没有战争 在那里街道是津津的 墙是碧玉的 在那里有神的荣光 那里是好的 你会发现 到那里的永生 是我们应该值得盼望的 地上不要想永生啊 地上你再活几百年 又怎样 但是到那里 才是我们真正的生活 所以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 耶稣基督胜过死亡 把永生带给我们 不是让我们在地上 各位基督徒你要搞清楚 耶稣基督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 不是让我们在这个地上 是让我们带到永生的里面 永生在哪里呢 永生在神那里 不是在地上 永生在哪里呢 永生在上面 不是在地下 现在我们还没有 抵挡最大流血的地步 各位基督徒 但是我们需要预备好 预备什么呢 预备你有一个对神 始终如一的信心和爱心 不动摇的信仰 不管什么环境来了 不管是东风来 西风来 不管是怎么左也好 右也好 我就抱定一个信心 我跟随耶稣基督 我信靠耶稣基督 因为将来有一天 我们可能会面对逼迫 因为可能有一天 你现在教堂的教产 是不用交税的 你的房子都要交房产税的 你的公司单位 要交商业税的 甚至包括我们个人 都要交所得税 那教产现在不需要 教会不需要 但有一天教会要交税 我们这个building 大概还能跟我们这个 整个教会多少钱 一千万有吗 那你交吧 那你说 没钱交 没钱交 关门啊 拍卖啊 那再往后的话 可能你这个基督徒 有很多说不清的 逼迫领导我们 那个时候怎么办呢 各位弟兄姊妹 那个时候你应该记住 只有耶稣基督 才能够拯救我 只有耶稣基督 才能够 使我能够进入永生 得着那个真实的生命 使我们能够有 至死不渝的信心 现在很多中国的基督徒 面临这个逼迫 不允许去教堂 不允许去传福音 现在很多阿富汗的基督徒 受逼迫 很多在印度的基督徒 受逼迫 在中东的基督徒受逼迫 在埃及的基督徒受逼迫 甚至在欧洲的基督徒受逼迫 感谢主 我们现在还好 我们可以自由地敬拜 我们有充足的时间 我们有很好的地方 我们有很好的条件 你要珍惜呢 那有一天如果你不珍惜的话 上帝就拿去了 各位弟兄姊妹 你明白吗 如果你不珍惜 上帝就拿去了 今天我们是礼拜天 我们读经的计划 休息一天 让你调整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要按顺序 应该读到提多书了 有些弟兄姊妹 前面的时候很兴奋 读得快快快快 现在已经三十六天了 能坚持到这里的很不容易 你要读啊 你现在上帝给你圣经读 你不读 那有一天上帝就把这个圣经拿走了 你明白吗 你不可能会一直有这个好机会的 你不可能一直这么命好的 上帝现在怜悯我们 给我们机会 让我们很好的来跟随他 所以我们现在要小心 现在新冠 感谢主 现在是越来越好转了 很多的人都被医治 很少的人被感染 有可能就慢慢就过去了 但是你会发现 新冠来的这两年的里面 你不能够去教堂 你不能够跟弟兄姊妹见面 你的信心怎么办 感谢主 我们现在还有网络 你可以坐在家里 通过网络来听到 通过网络来跟弟兄姊妹见 那如果有一天网络也没有了 这个信仰怎么办 信心怎么办 我们还要不要信 这个新冠来了以后 他们很多人调查 说有很多的基督徒已经离开教会 离开信仰 那为什么呢 说我信上帝干什么 我现在生活挺好的呀 工作也不错 收入也很好 家庭幸福 孩子也很听话 我信上帝干什么呢 他觉得这个神跟他也没有什么关系 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所以干脆就不要信 各位弟兄姊妹 这个时候我们要明白一点 你到底信耶稣要干什么呢 你如果信耶稣 只是得今生的富足的话 我劝你不要信 因为耶稣不一定能给你的 如果你只是希望你能够 在这个地上能够幸福一辈子的话 那不一定要信耶稣嘛 其实你不信耶稣你听那些人生励志的课程啊 你也可以很幸福的 社会上有很多的讲座 告诉你怎么对付情绪 怎么对付恐惧 怎么能够投资 怎么能够养老 在哪里什么样的食物健康 什么样的生活让你更加的幸福 怎么能够让你找到好的男朋友女朋友 社会上有很多 你为什么要来耶稣这里呢 但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跟随耶稣呢 因为我们发现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只有在十字架上 才能够解决死的问题 只有能够在十字架上 才能够让我们真正的进入到生命的理念 各位弟兄姊妹 如果你现在在生活上有很多的困难 你不要灰心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还没有到地方嘛 你的家不在这个世界 你在这个世界上只是寄居的 我们有很多的人出去旅游过 对吧 你去旅游的时候 那个地方很好 可是你愿意留在那里吗 你还是要回家呢 所以对基督徒来讲 你在这个世界上会生病 生意会亏损 家庭会出现问题 孩子会出现问题 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不要灰心 这世界不是我们的家 我们有一天要回到天上 到那里的话 你会发现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 你要明白 神的智慧是在基督的那里 所以保罗发出一个挑战 智慧人在哪里 文事在哪里 世上的辩识在哪里 神叫这一切世上的智慧变得淤浊 你想想真的是这样啊 所以有一次 有几个人要开了个大会 要宣传这个无神论 有一个博士说 我是天文学家 我已经用天文望远镜 观察这个宇宙二十多年了 我告诉你 我看遍了脚脚落落 从来没有看见过上帝 没有上帝 第二个人也站出来了说 我是一个医学博士 我解剖了很多个尸体 医治了很多的病人 我从来没有发现灵魂 没有灵魂 那还有一个人说出来了 说我是一个伦理学家 人死如灯灭 死了就百了 一死百了 什么没有 什么天堂地狱 什么都没有 所以他们就觉得 很聪明啊 论据很充分 逻辑都成立 突然有一个人就站出来了 说我想问你们几个问题 说第一个天文博士 你用望远镜观察了 那么多的地方 请问你看见疯了吗 哎呀搞什么搞 疯怎么能看见 那你看不见那疯不存在 哎呀这个 牙口无言了 第二个 第二个他问第二个医学博士 说请问你爱不爱你太太啊 博士当然我爱我太太了 他请问你解剖的时候 看到爱在哪里啊 爱在你的心里啊 在你的胃里面 哎呀没有没有 那第三个人说 你读了很多的书啊 可是有一本书你读过没有啊 圣经 你会发现 如果我们人真的愿意 服在神面前的时候 你就不得不接受上帝 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救恩 带来上帝在基督里面 带给我们的赦罪的恩典 所以你会发现 当这个世界的人 他们以为自己很聪明 科学实验做得很好 逻辑讲得头头是道 但是在上帝那里 真的就是很可笑的事情 所以保罗说 神乐意用人当作淤浊的道理 拯救那些信的人 犹太人要神迹 犀利人求智慧 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 犹太人要神迹是什么意思呢 他们要求证 你说有神证明给我看 最明显的旧约的里面 那个人我一下想不想 他要验证实验一下 是不是神给他显现 他说神啊如果是你的话 积淀 如果是你的话 你让这个羊毛沾满露水 地是干的 上帝做掉了 做到第二天 不行再来一次 这个羊毛是干的 地是湿的 又做到了 我相信你是神了 这个我们很多的人的心里也是这样 你说有神 你证明给我看呢 你显明给我看呢 你太高看自己了 神如果神真的是神的话 为什么要跟你证明 如果有一天你来到 这个参观的时候 碰到了川普总统 前总统啊 证明给我看你是川普 川普才懒得理你 证明什么证明 对不对 上帝需要证明吗 不需要证明 你信就信了 你不信就不信了 你信的人就得着了 你不信的人呢 就得不着了 那希腊人求什么 求智慧 求要逻辑证明出来 要用数学理论出来 要所有的实验 能够有结果出来 这个才是真的 哎呀真的 以前我们觉得这是很高明的事情 很先进的事情 现在想想真的自己笨得要死 我告诉你 就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里面 有很多的暗物质 你不要看那个宇宙的里面 除了星星啊 星星是少量的 更多的是那些暗物质 什么是暗物质 你看上去黑曲曲的那一块东西 你觉得不存在 其实人家是存在 只不过你不知道而已 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 我们不要落入到 犹太人的这个陷阱里 我们也不要落入到 希腊人的那个缺乏的里面 这些呢 对他们来讲 都是绊脚石 拦阻他们的 各位弟兄姊妹 那我们要什么呢 没有神启示给我们 神已经在十字架上 将他自己的爱 将他的公义 将他的怜悯 将他的赦罪之恩 明明的启示给我们了 你还要什么呢 好像那个多玛一样 多玛来到耶稣的面前 哎呀 你把父贤给我们看 耶稣说 多玛呀 你跟我这么久 看到我 就是看到了父 你已经看到 耶稣基督活化 十字架在我们面前 你还要什么呢 各位基督徒 你还需要什么证明呢 你还需要什么逻辑推理吗 你还需要什么条件吗 各位弟兄姊妹 信了 各位弟兄姊妹 所以对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来讲 我们求主能够再次兼顾我们 使我们在他的面前呢 能够 不要 怎么讲 不要灰心 不要丧胆 也不要沮丧 让我们仰望基督的十字架 每当你仰望十字架的时候 神的能力就显明给我们 神的智慧就教导给我们 我们的生命就在基督的里面 得蒙保守一直到永远 所以保罗最后一句话就很有意思 我以前以为没有这句话呢 还真的有句话 保罗说就算退一万步 神是愚拙的 那神的愚拙也比你智慧嘛 神是软弱的 那神再软弱也比你人强壮嘛 对吧 那我们在神面前还有什么好降嘴的呢 我们就只要做一个有信心 愿意顺服神的人就可以了 各位弟兄姊妹 这个世界有许多的风向 不用担心 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够了 这个世界将来要到哪里去 不用害怕 因为我们知道都在主的手里 有很多的人经常在看一些新闻 看一些各种各样的消息 没有问题了 但是你会发现 这个世界上最流行的就是吓人的 就告诉你 又怎么样死了 又怎么样又完了 各位弟兄姊妹不要害怕 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 你就笑笑就知道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神的能力超过这一切 所以求主能够带领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 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里 坚定我们的信心 也让我们的眼睛 定睛在那里 因为那是上帝的大能 那是上帝的智慧 那里是神把死变成生的地方 那里是我们得着力量的泉源 求主能够兼顾我们 请大家低头鼻毛我们来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也再次向你献上感谢 我们常常忽略了 你已经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一切 我们的眼睛常常偏向这个世界 我们的心也容易被这个世界所牵引 但今天求主你的十字架 活化在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能够看见 这是神的大能 这是神的智慧 这是我们信仰的中心 我们要一生一世 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为我们前进的标杆 求主你能够带领我们 保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不偏离你的左右 这样的祷告 都是奉耶稣的名求的 Amen 请弟兄姐妹一起起立 我们用回应诗歌来细细思量 刚才牧师以他的正道 提醒我们十字架 主耶稣十字架 所带给我们的永生 跟赎罪 为生盼望 在忙碌生命的当中 长寂寞困倦疲惫 你心灵困倦疑 却无法得着安慰 听这声音和灯 每一秒 是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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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此爱神 向你呼召 带来好心悉于你 是温柔 世界上风华和烟恶 都只是虚荣交涉 真是与不变地震宝 在世间涌找不到 来你要想高山举目 你心里必得满足 来应于生命或随权 必可相和平和全 来应于生命或随权 必可相和平和全 下面是奉献祷告 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地球背墓 为我们的奉献献上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爱我们主耶稣基督 感谢您的恩典 感谢您 又在主日的第一日 把我们弟兄姐妹 召聚在一起 一起来敬拜您 感谢您借着牧师的口 让我们能够更加明白 十字架的道理 天父 谢谢您的恩典 谢谢您的拯救 也让我们每个人 都能谦卑到您的面前 为我们的罪 痛悔 天父谢谢您 也让我们明白 您十字架的道理 您天国的福音 天父 也感谢您 赐福我们所有的一切 赐福我们时间 金钱 能力 身体 天父 这一切都是属于您的 也求您的大能 让我们能够尽心尽力 尽意地爱您 能够追随您 能够背起我们的十字架 能够在您里面 过有一个悔改的生命 天父也谢谢您 也让我们能够甘心乐意地 奉献我们的一部分 求您的悦纳 也求您的天国 能够得到 兴旺 感谢祷告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感谢主的恩典 今天我们 可能有很多人都认不出来了吧 我第一次见到明花子民 也认不出来了 来了个新人 明花子民 欢迎你回来 请坐 对 我们还有几个姊妹在国内 张丽姊妹 还有一个孙东姊妹 那还有一个就是Tina 有的人可能认识 丁和平姊妹也已经回国 然后王平的父母 他们也在上周回国 祝愿能够纪念他们 大家今天手上会拿到 一个是这个的宣传海报 是我们11月2号跟3号的晚上 就在这里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可以来参加 我们请这个林斌牧师 跟显牧师呢 来做一个陪灵 如果你的时间许可的话 可以来参加 如果你要吃饭的话呢 六点钟我们在FLC呢 用晚餐 你需要提前的 扫一下二维码 注册一下 就可以给你准备这个晚餐 如果你身边有些弟兄姊妹 如果有时间的话呢 也可以邀请 欢迎他们也来 我也把这个通知呢 给了我们休斯顿 所有的华人进行会的 这个教会的牧者 如果他们有些有弟兄姊妹 愿意来的话 也可以欢迎参加这个聚会 还有一个卡片呢 是一个小的卡片 那个是HCC 他们每年举办的 那个圣诞节的节目 大家可以提前做一个准备 也可以邀请 后面还有一些 如果你需要的话 也可以拿上做一些个邀请 我们看今天有一些通知的事情 11月14号是我们年度的会友大会 下午的一点 到时候请会友们 可以预备参加会友大会 其他的就没有什么特殊事情了 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 我们再来沟通 请弟兄姊妹一同起立 我们来唱三一颂 祝美真是万福之根 一上圣灵当残处恩 天上万君送残处命 谈美圣父圣子圣灵 阿们 请各位弟兄姊妹 仍然势力低头闭目 恭敬领受祝福 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交通保守 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弟兄姊妹请坐 末岛以后我们可以去 主日学的教室 线上的弟兄姊妹 可以去Zoom的主日学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